你 累了一天 饿了吧 这我给你做的臭 谢谢 你怎么闷闷不乐的 还在生我的气吗 没有 我只是在想 有时候叶灵霞做的事情 究竟对不对 你是不是听到那些老百姓的话了 其实他们也没有错 我们这些人辛辛苦苦一天 只想着吃饱活命 他们买不到公安盐 就只能买死盐 那今天那个人卖得盐便宜 他今天就是好人 所以大家都去保护那个好人了 所以其实 对于我们这些老百姓来说呢 没有什么比吃饱活命更重要的 苍脸时而知礼节 什么 意思就是说 人只有吃饱了 才有心思去想其他的事 对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但其实你也没有错 我没错 你是叶灵霞 和我们这些只求吃饱不饿的老百姓不一样 你要管更多的事情 丝烟卖得越多呢 那官员就越少 越难买越贵 所以虽说现在看起来这些 丝烟卖得挺便宜挺好的 但其实到头来吃贵的还是我们老百姓 所以你没有错 想不到 你等这么多 我也是上次听你和似横说起的 但是你也不要难过 你是叶灵霞 是不一样的人 叶灵霞 戴着面罩 身穿黑衣 总是在夜里出现 虽然可能大部分人 都不知道你所做的事情 甚至都不知道 你做了这么多为他们好的事情 但是叶灵霞 就是这样背负黑夜 走向阳光的人 你 一直是我心里 最最最最最 最崇拜的大英雄 背负黑夜 走向阳光的人 我给你帮你 你 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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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宝爷来了 看清楚点啊 小宝 哪去 你管我 听说你天天抓叶灵霞 怎么连根叶灵霞的头发也没见着啊 那是他运气好 要不要嫂被我抓住了 李映称 实在不行 说句话 兄弟我还是愿意帮你的 帮我 兄弟我呢 也是愿意帮你的 你说你武功这么差 有时间在这儿喝酒 不如多去练练功 实在不行 小叶教你你也行 我是担心你终身大事 你不着急 岁大石的可着急 按照你这个速度 等抓着叶灵霞 那岁大石的都成老太婆了 阿妩 等我把叶灵霞抓回来 你们都得跪下磕头 管保业我叫声音